嗨,咱们的语法小课堂又开始了 我们知道,其实构成英语句子的最核心重点有两个 其一是时态,另外一个叫语态 我们之前已经把所有的时态相关重点全部学完了 这个视频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语态 所谓语态,其实就分成两种状态 一是主动,二是被动 那么什么是主动,什么是被动呢? 让我们先来看主动语态 我们按照动作发出者,动词,动作承受者的顺序写的话 就是主动的语态 也就是说让动作的发出者做主语 接着来看被动语态 被动语态是将动作发出者和动作接受者的位置对调 也就是让动作的接受者做主语 那么此时动词就要相应变成被动的形式 换言之,被动语态就翻译成我们中文中的被 我们来举个例子 现在盛行二胎 很多家庭都已经不是独生子女了 那除了温暖的种种画面 也经常会发生两个小孩子抢东西的场景 这时妹妹会向妈妈报告 妈妈妈妈,哥哥吃了最后一块肉 我们会发现 妹妹这样说只是在描述这件事情 而没有充分表现出 她没有吃到最后一块肉的委屈 而如果妹妹说 妈妈妈妈你看,最后一块肉都被哥哥吃了 很明显机智的妹妹强调了这已经是最后最后一块肉了 还被哥哥抢了 小吃货的痛,多么伤心啊 这其实就是传说中的被动语态了 下面让我们来系统学习被动语态 其基本结构就是 b加动词的过去分词 也就是be down结构 我们知道句子是一定会有实态的 实态如何体现呢 我们就要借助be down结构中 对b的变形进行实态的体现 先来试着写一下这个句子 我们经常打扫教室 既然是经常 所以句子应该使用一般现在时 翻译为 be always clean the classroom 而这句话变成被动语态就是 教室经常被我们打扫 注意实态为一般现在时 就变成了 the classroom is always clean by us 中文中的被我们要翻译为by 再来看一个句子 他做了一个风筝 可以看到这句话的实态 应该是一般过去时 翻译为 he made the kite 变成被动也不要忘记实态的使用 the kite was made by him 那么其实其他实态都相应变化就好了 比如一般将来时 will do便被动就是will be down 比如 trees will be planted by them tomorrow 树明天就会种好 OK 总结时间到 这个视频我们了解了被动语态的意义和构成 用一句比较欠扁的话 但却是大实话来总结一下 不是主动的语态 就叫做被动 哈哈 很多同学顿时蒙圈 其实很简单 只要记住被动 be down 哈哈 是不是简单好记呢 举例巩固一下吧 the classroom is always clean by us 教室经常被我们打扫 学习完毕 快去闯关练习吧 哦耶 哦耶 好 谢谢观看